近年来,中医药不断被西方人认可和尝试,中医药点击对外传播迎来新机遇,但作为根植于中华传统文化土壤的医学体系,中医药常用名词专业术语绝大部分难以在西方话语体系中找到完全对应的事宜。 所以中医药点击出海,首先要破的就是翻译难题。 近日,就读于山东中医药大学针灸推拿学专业,有着近十年中医药点击翻译经验的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伊朗专家艾森·杜斯特·穆罕默德,接受中兴社东西问独家专访,针对中医药点击的意见和传播发表了独到见解。 如何在翻译中传递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对医者来说是最大的挑战。 有些国家的人只听说过中医,但没有亲身体验和直观感受过中医疗法,对中医药也没有基本了解。 一些中医药理论虽然很深奥,但其中的道理很简单,医者一定要避免把简单的道理说得又复杂又深奥。 不能盲目,套用西医术语来解释中医术语,要尽可能原汁原味地保留中医专业词语的含义。 一直以来,丝绸之路使医中两国贸易往来频繁,这也使两国在医药方面互有交融影响。 这种影响分两个方面。 第一,互相输送方药。 一些伊朗传统医学代表著作中记载了来自于中国的草药,比如阿维瑟纳的《伊典》中记载了16位从中国传入的药物。 而中国古代药学著作,如《新秀本草》,记载了17位药物来自于波斯。 《本草纲目》中记载了59位药物,都是从波斯经过四处之路,传入中国的。 第二,波斯传统医学与中医相互接见和吸出了药性和组织功效。 总而言之,波斯传统医学和中医学在基础理论、诊断学、治疗方面都有许多共同之处。 波斯传统医学与中医的交流与互建,是为当下伊朗和中国在传统医药领域开展合作奠定了基础。 今年来,虽然中医药类依注在伊朗的出版数量有所增加,但大多数译者不懂中文,所以只能选择英文版的图书进行再翻译。 二手翻译因为英文版和中文原版的中医药图书相比,本身就存在译者理解不一致,翻译标准不同一等问题。 目前,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并大力支持中医药国际化,从近几年发展趋势来看,中医药正快步融入国际医药体系,中国正全力以赴加大中医药图书和典籍在海外的普及度。 把真实客观的中医药文化传播推介给海外读者。